今天等於是第13次上課 等於是我們今天跟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最後是上課 所以今天跟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是聖節 所以還有兩個禮拜 所以這兩個禮拜 重點會放在第五個單元 檢訊與參照部分 所以今天請各位還是一樣先看一下 第五個單元的範例檔案 請大家先開啟範例檔裡面的第五個單元 然後裡面找一個叫人事分欄 我跟正一下 應該是VIRUS函數人事口評管理系統這個範例 範例檔裡面的第五個單元 檢視與參照函數 然後找到這個 叫做VIRUS函數的人事考評管理系統這個 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一個試題 實際上這個也是一個考試的題目 只是我把它拿來當上課的練習題 那基本上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題呢 重點其實 名稱上有跟各位講 其實用VIRUS函數 那其實VIRUS函數呢 產生的背景應該是 它主要是希望拿 Eseo來當資料庫的話 那如果拿 Eseo來當資料庫的話 那怎麼去查詢資料 那資料庫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我要針對資料表的 它的哪一個 一般查的話 會根據 它的那個 ID的部分 去做查詢 那ID的話 通常會是 在欄位裡面的第一欄 那也就是說 VIRUS函數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特點 就是查詢的資料呢 一定要放在第一欄 如果你沒有放在第一欄 很抱歉 VIRUS函數沒辦法幫你查 OK 所以喔 其實後來呢 Eseo 365後面新的版本 有出一些其他的 比如X Lookup 但問題是 它在舊的版本也是不能用 那也不是每個人都一定會更新到最新版本 OK 所以喔 這也目前應該 除非說將來 可能過個幾年 大家都更新了 有X Lookup 那OK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你要知道 VIRUS只能查第一個欄位 那比如說呢 你們看一下這個題目好了 其實這題目蠻單純的 你會發現 這個 助裝 領主辦事員跟助理員 前面的四個工作表 實際上就是四個職位 那四個職位呢 假設今天呢 我想要知道 每個職稱的這些人 他們的那個相關的名次 那這個名次裡面就是說 要幫我排名一下 到底誰表現得相關的比較好 OK 那裡面的話當然有一些 像考核啦 比如說考核成績 它有 有 當然很奇怪 它這個考核成績呢 它分成 有 有 甲乙筆 然後也有 ABC 那可是分數的話呢 基本上呢 你可以看到 在考核 你在後面等級 應該是這個等級吧 等級裡面 這個工作表裡面 它又放了一些表格 如果你今天是假的話呢 就是85分 那A-的話也是85分 其他的成績都在這裡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 要算出他們的相關成績 那大概幾個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主要針對呢 有顏色的這些欄位 包含B欄 D欄 E欄 然後後面這些欄 K到N欄 底下這邊有相關的問題 你必須把它回答出來 比如說第一個 我想要知道 這一個人 他的單位 是在哪個單位 單位 那你想說單位是什麼呢 你可以切到那個 後面的工作表裡面 剛好有個單位 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單位 那你可以看到 他的編號 他的編號裡面 員工編號裡面 剛好 有沒有看到 他第幾個字是 這個108有沒有 343 322 那也就是說呢 他的員工編號裡面的話 實際上 應該什麼 從第三個字 取三個字 其實就在單位 那當然 我們如果要查詢的話 當然怎麼辦 當然第一 你可以先把這108先取出來 再到單位裡面做查詢 跟各位講 這個題目裡面 在公室裡面 名稱管理員裡面 他已經幫我們建立好 一些需要的名稱了 比如說單位 單位你會幫他點這邊底下一下 單位實際下已經把我建好了 所以 有一些名稱 你就不需要另外再建的 也就不用再跨到 後面再去做選舉的動作 OK 所以 我們基本上是希望把單位查出來 108 是哪一個單位 108 總行審查部 當然不是叫你用眼睛看 不是說 108 然後你後面去把它 Ctrl C 當然不是啦 我是希望 用所謂的VIRU函數 幫我查詢 那查的方式怎麼查 所以這個可能要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呢 先把108取出來 再到單位裡面 查到他應該有的結果出來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主別 如果你不太知道是什麼的話 這邊有主別 主別就是ABCDE 那實際上ABCDE 剛好應該就是 這個 這個中間編號 算過來應該是第七個吧 第七個字取一個字 然後再到裡面查 那升等的話呢 其實就是哪一個字 1到4 哪裡有一到 其實1到4的話 其實就指的是第一個字 OK 那第一個字呢 查過來之後呢 幫我去升等裡面查查看 但是呢這個地方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喔 就是如果你今天呢 取第一個字 不用LEFT LEFT取第一個字 那LEFT是文字類的函數 那取到的話喔 它會得到的是這個文字1對不對 但是升等裡面的這個1喔 它是一個數字的1 所以兩邊不會match 那如果不會match的話呢 那勢必要不就是你要轉 把數字轉文字 要不就把文字轉數字啦 反正兩邊一定要改成一樣的形態 才幫它比較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要特別小心喔 那考核的話呢 它就是把這三個成績喔 分別怎麼樣 相加除以3也可以啦 但問題來了 甲到底是幾分 剛剛有看到有沒有 在哪裡呢 在等級裡面 這邊有嘛 等級裡面呢 甲的話應該是85分 所以你要把 甲變成85分之後 然後呢 其他的話 A寫你要變8 就是把它的等級 變成一個數字之後 再把它相加 才可以除以3嘛 要不然就用Average而已 Average的話 就是給第一個成績 給第二個 給第三個 然後平均得到結果 OK 所以這個的話呢 考核實際上呢 就是把 這三個 把它平均的結果 放在這裡 那比4的話呢 這個成績是什麼 這個成績 占30% 所以這個成績 乘上0.3 加上這個成績乘以0.7 然後把這個計算的結果 放在這裡 OK 然後呢 最後把這兩個成績 做合計 那也就這個成績 占60 所以 這個乘上0.6 這個乘上0.4 然後合計的結果 那最後算排名 OK 所以呢 把這總共有 應該有7個欄位吧 1234567個欄位 來分別把它完成 但是呢 如果你做完之後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 後面領主 辦事員跟 助理員 其實他做的 好像都一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如果你想要一次 做四個欄位的話 那理論上 你可以先點一下助裝 按SHIP鍵 再去點助理員一下 有沒有 你會發現 這四個工作表 就會一次被選起來 那意思是說 你只要做一個工作表 他等於四個工作表 就會做一樣的事情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 你再把它向下填滿 那就可以玩 一次就可以把四個工作表一次完成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應該不是很困難的題目 然後做完之後的話 當然後面我希望再把它變成VBA 什麼VBA 最好是 在旁邊可以多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的話可以按一下之後 可以把這些東西 全部呢 通通都完成 有沒有 比如說有四個工作表 最好的 四個工作表一次就完成 然後再一個按鈕是清除 按一下就把舊資料清掉 比如說你可能有新的成績進來的話 那是不是可以 一下子 剛剛動作可以不用重做 讓它自動全部完成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比較簡單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個是在那個 第五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就是範例檔 叫做 第五個單元 叫V環數人事考評管理系統 這個範例 試試看 這個範例應該比較基本 因為它最重要是用V環數再查資料 那有點像是把ECL當成是 資料庫來用 接著 到最後 好了 好 好 感谢观看